伴随着婉转悠扬的高山流水 7月3号晚 盛世巨首 天宝芳华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 继终于百年华旦 圆明园国宝兽文物展开幕典礼在香港举行 本次展览展出圆明园海燕堂 十二生孝之 牛首 虎首 猴首 猪首 四件青铜兽兽元物 碎公许 以及商周时期的国宝及青铜重器等数十件珍贵文物 在香港城市大学班戈展览馆入口 记者看到这里筑立着一座等笔缩小的圆明园大水法 熟悉的标志性建筑物吸引着人们进入展厅一探究竟 展厅内 四件兽首文物摆放于大唐正中 在灯光的映照下 虽历经百年 但风采依旧 据工作人员介绍 兽首铜像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 而设计者是郎士宁等来自欧洲的艺术家 因此 该系列文物是融合中西方美学的匠心之作 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牛手 它的形态就是好像四方的斗牛的形态 跟中国的牛不一样 但是它的做法是中国的共战做的 然后第二呢 有就是那个苦手 苦手也是很生动的 它的那个毛 然后它的那些就是斑纹都刻画出来 特别是它有中国苦的那个黄字 在那个它的牙头下面 另外呢 猪手 猪的特色它有鸟牙 就是跟中国的猪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鸟牙的野猪比较少见 但是它的那个耳朵也是中国的猪常见的 另外一件猪手相对来讲 它的艺术风格比较接近中国的艺术风格 它是有就是桃形的面还有桃形的头 所以呢 每一件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件体现不同程度的重视的文化的交流 圆明园国宝授手铜像 原是圆明园海燕堂前的水利中构建 铸造于清乾隆年间 其材质与北京故宫 义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铜箱铜 颜色深邃 内蕴金光 历经风雨而不锈时 展厅除了展出四件授手文物 还透过扩增实景 混合实景 人工智能等技术 让观众得以动态方式 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及历史变迁 我们呢 也会跟就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借了 就是它的一些十二手手的那个雕塑的那个相片 然后呢 把它发展成为就是三维的体现每一件袖手 它的展示 然后呢 还有我们呢 也把就是海燕坛喷水的次序 还有它的效果也就是展示出来了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长春园在一个整个那个地图 你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在上面走 感受一下它整个明园里面的湿阳楼 它整个布局是怎么样 最后呢 我们讲解一下就是怎么去保护圆明院 那块那个历史呢 我们就用很多古今的图片去比较一下 那么重要的细节遗产就是被战争被破坏 那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呢 我们是可以从科技或是考古还有就是不同的方法去推广这个概念 展厅中随处可见的智能科技让千年文物在数字空间焕发光彩 圆明园也在科技的帮助下怀愿昔日盛景 千年商周青铜器也透过光影活了起来 沉浸式的展成方式呈现出文化科技的融合创新 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浩瀚 据悉 此次展览从7月4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 到8月31日结束 参观者可通过班戈展览馆网站登记预约观展 参观者可通过班戈展览馆网站